清晨發揮人是我入香港電腦第二台之後 第一個叫做有人說好聽的節目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對於我來說 信心是來自這些反應 當你不停做 那些人不停喝 你慢慢就不敢做 或者你會越做越碎 剛剛相反 你一邊做是你一邊讚 你會越給心機 你會越有信心 你會越做得好 這個就是做創作 或者做表演者 那種真實的心態 於是星期六又做 星期日又做 開始慢慢 大家對這個節目就越來越喜歡 然後老闆 我講了 行了 你現在可以獨立做一個節目 就將當時五萬兒小姐正在做的一個節目 突然間不記得什麼名字 是十二點鐘 就叫我做 從什麼好呢 一個人 你例如不可以做五天 他只可以客串一下 我自己 我就想一個節目名叫做 風騷梁繼貓 梁繼貓 為什麼叫梁繼貓 經常有人問 沒有的 想我比較有趣 這個名字 等於你問我為什麼 吃早餐 不是吃宵夜 為什麼要這樣說 沒有原因的 很有趣 梁繼貓 就是梁繼貓 貓養 很多隻劉爾達先生 當時還幫我作了一隻 梁繼貓主題曲 但我真的不知道放在哪裡 很有趣 有些貓叫聲 然後是劉爾達 你知道劉爾達的聲音 多有趣 風騷梁繼貓 他長 如果我有貓 就好了 這個節目就OKK 都不錯的 直至後來 另一位主持 又說不做了 那個是誰 知不知道 就是何嘉麗 指指一家 他做十點 到十二點 當時就 喂 十二點是吃飯時間的 那不如你做何嘉麗 這個時間 更加多人聽的 哦 這樣啊 那就不要我一個人做了 叫Sera一起做了 改什麼名字好呢 想來想去想不到 想來想去想不到 後來我就去了 深圳廣州 跟電台有些事要做的 但是呢 香港那邊不停打電話來 喂 交名啊 交名啊 我想不到啊 直至有一天 Sera打給我了 不用你想 我想了 什麼名字 你叫風騷梁繼劇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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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節目叫青神快活人 是呀 是呀 每樣要一半 風騷快活人 好嗎 不用你OK了 我已經OK了 我告訴他 當然 既然我自己想不到 你想到 就交給節目報告 所以這個名字 多謝Sera 其實是他想的 好了 風騷快活人 就是這樣誕生的了 最早期 只有我 只有他 沒有了 後來 為什麼會有個梁思浩 進來呢 因為Sera的人呢 就很多wit 很多鬼主義 很快說話 還有好笑 有一種幽默感 是你聽他說話 你會感覺到 那 他經常來找Sera 吃早餐 當我們做青神快活人的時候 那我在旁邊 聽他們聊天 我就覺得 啊 這個帥仔 當時也在做TVB的 《香港八三》 《八四》 我忘記了 那我說 他不單是做電視好 其實他可以做電台 於是呢 我就 間中就找他來客串 但早期的 風騷快活人呢 是只有我和Sera 合作無間 非常開心 聽中很喜歡聽 反應很好 我以為 我們會一路合作 怎知有一天 收到 上司的通知 他說 你知不知Sera不做了 啊 我不知道 其實Sera不做了 那可能他怕刺激我 就沒有告訴我 就告訴我 就告訴我 我記得張文鑫 張文鑫說 他不做了 你自己想定他了 蛤 整個世界 結了下來 兩個人的節目 沒有了一半 即是沒有了50% 還有我個人呢 是有別人刺激的 我自己一個人去做 有時是會沒有那種的 沒有那種的 化學作用 或者爆炸力 所以在那一刻 我很崩潰 我不知道怎麼辦 不知道 真是 有意思 有意思 你